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XA安静的云婷 是2021年保協结出财务策划师金奖的得主 大学毕业之后加入保協前线工作 一眨眼已经有12年了 今次参赛当然要多谢公司的鼓励 另一方面是想将自己这么多年的经验 总结一下分享一下 一开始决定参赛 老人面已经立刻发现了这个难忘的个案 这个个案也令我更加热爱这个行业 以前听过很多财策的方案 都是帮一些很有钱、富裕的家庭做策划的 例如上市公司主席、公司老板等等 但我深信财务策划不应该只局限于富裕的人士 所以我写这个个案是属于一个低收入的家庭 利用适当有效的财策方案 去改善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故事的背景是一个32岁的爸爸 做地盘的工作 太太是全职主妇 有两个女儿 在第二个女儿出生满月的一天 这位爸爸不幸确诊了骨癌的末期 当然我知道了这个消息的时候 当然我第一次接触这一家人 因为这个客人其实是一张孤儿单 原本服务他们的理财顾问已经已阅问了 透过迅速帮客助理陪 令到我和这个家庭建立了信任 亦都因为这样 在这位客人生前受到他的祝福 想我在他走了之后 好好帮他太太和两个女儿计划将来 而这一次亦都在我职业生涯里面 第一次为客人做遗产规划 没有策划需要的是专业和理性的分析 但我的个案就充满着感性的因素 怎样在两者之中取得平衡 就是我在这次比赛里面 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 领导奖当然觉得很开心 而以这个个案去得到金奖 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对这一家人都是 因为这个客人虽然离开了 但透过理财策划可以好好守护住他的家人 所以他的心是从来都没离开过的 最后多谢主办单位LUA 每年去筹办一个这么有意义的比赛 亦都充心多谢公司 培训部和身边的同事 在这段时间的支持 希望各位同业 踊跃参加2022保协结出财务策划师大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